早安 我是张庆龄 清晨六点钟十分钟早报 十分钟时间快速来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好 今天的四大的综合性报纸 头版头条全部都是选举 而且都是聚焦在高雄 不过焦点不尽相同 其中在苹果日报头版头条说 韩城的炮火 指的是在星期一的这个电视辩论会 是炮火乱射 不过事后发现说 他们在辩论当中引诱了错误的数据 是边攻其边道歉 分道内页当中 这韩国瑜的错误在辩论出包方面来比一比 韩国瑜大概有八个地方有一亿 陈其迈有两个部分 好 那么在今天苹果日报 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这韩国瑜在辩论会上的一些说法的一个 原来的是怎么说的 后来经过查证 那么韩国瑜后来又是怎么回应的 另外像是陈其迈呢 他在辩论会当中说 这高雄市政府的负债 三千亿元 那个台积电还负债六千亿元这个说法 昨天台积电也说搞错了 那么陈其迈这边也赶快道歉了 说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所以引用的时候 没有清楚说明说 这是今年的第二季财报 好 在昨天的这个 对于辩论会的一些情形 大家其实也都有很多的讨论了 有人问到说陈其迈帮自己打几分 他说由选民来打分数 陈其迈昨天说了一个蛮肉麻的话 他说虽然我跟韩国瑜有很多的政见不一样 但是我会爱韩国瑜主委一万年 好 陈其迈都这么说了 韩国瑜的回应是什么呢 其实韩国瑜是妙语如珠 他听到这个回应之后 他就说我听了我的头发都站起来了 他拿自己的秃头来开玩笑 好 中文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 韩国瑜昨天本来说 下午要告这些抹红抹黑的名嘴 或网友的一些抹红情境 那么韩国瑜昨天下午呢 他说不告了 因为坚持爱跟包容 他说自己呢 其实律师也找好了 诉状也写好了 但是内心经过一番挣扎 觉得这次选举应该可以为台湾的民主政治 写下典范 不用每次选举都选到这样子 剑拔弩张 所以在谣言重伤的情况之下 内心一番挣扎 他还是决定不要提告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好 中文时也谈到说 因为韩国瑜说相信民主 所以他不会穿上防弹衣 联邦的头版就说高雄激战 所以维安升级 现列入了一级战区当中 九合一选举投票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各地选情都相当的紧绷 网络攻击也陷入了混战 其中像是高雄买票 还有暗杀谣言四起 被警政署列为一级战区 维安全面升级 警方不只是加派警力造势场合 更以特勤警力部署随护圈 规格直逼总统大选 这是高雄历年选举维安最严密的一次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 包括319枪击案跟连胜文遭到枪击事件 都是在选前一天发生的 而当时也对选情造成了关键性的影响 所以现在在维安方面不敢大意 高雄市这边 韩国瑜跟陈其迈随时有两名随护 贴身保护他们的安全 随护时时刻刻提着 五公斤重的防弹攻势包 一旦察觉有危险 就会立刻的互助候选人的一个身体 另外在网络上面 这战场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激烈 不时消息满天飞 根据现在的专责小组说 现在查到的不时情资就有123件 各地警方已经侦破了85件 移送了101名涉嫌散步者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那一说 反制网络的假讯息在选后有可能会修法 网络上面大量散步意图 使人不当选的谣言 行政院打算要明定试用选罢法 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时 高雄这边有600位的学界跟一界挺陈其脉 并且说着肯定陈其脉创造就业机会 自由时报头版图片由台湾大选快到 所以美国的航母雷根号 在今天是停泊在香港这边 台北市的选情在苹果日报那页说 台北市姚文治下逼党中央在选前就要好好地处理陈景俊的事件 民进党说希望能够尽速来处理了 那么陈景俊这边说他是平常心来看 那么因为陈景俊挺柯文哲的关系 所以柯文哲就呼吁说政治真的不要太肃杀 为了选举就做这么激烈的动作 他觉得其实没什么必要 在嘉义县的选务人员之前说夹带了333张的选票出来 昨天最新消息是这两个人员他们都已经是不起诉处分了 整个侦办非常的迅速 那么相关的人员说在出印刷厂前 监视器调阅发现说他们带出来了 那被警方拿到了这300多张的这个空白的选票 他们说是因为不小心的关系 好像现在似乎是不起诉处分了 但是中国时报今天那页当中也谈到说 有三名县长候选人说 这个事情不能够就这么了了 要好好地查明真相 另外在嘉义县府方面是不是有行政疏失呢 因为毕竟是选务上的重大瑕疵 恐怕难招公信 所以今天中国时报是警咬这个部分 评论日报今天那页说 吴敦毅之前的这世庸风波 他奉这个陈菊母珠 他自认说是一点点失言了 他也拒绝此党主席 他说在网络上面的声量都已经翻转了 因为在过去呢 骂我们国民党的人呢 骂连胜文等等大家的话可没有少 那么他觉得说自己当然说错话是不对啊 但是现在网络上面 其实也有一些这个质疑说 其实民进党自己所做过的话还更多呢 好 时报今天那页说 他连胜文怒呛陈其迈 应该要先学会做人 在陈其迈天晚上的这个辩论会当中 他还举了连胜文说 当初要在台北这边挖石油来笑了 连胜文很不高兴 他说当初他是接受访问 而且他原来的说法是说 如果我们第二天开始呢 发现说台北市门口突然喷出石油 那你的食衣住行吃喝玩乐我都包 但是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有石油的话我会弄得比问来会更好 结果呢 他话到了陈其迈的口里就说 连胜文当初说在台北市要挖石油哦 好 那么连胜文他对于就自己被无辜的被牵扯到 也很不高兴 所以他就说你要在选举之前是不是应该要学会做人才对呢 评委这包今天那夜有吴念珍在深夜直播挺成其迈 他笑劝韩粉唱夜席的时候呢要降key哦 因为他说他其实对于这个韩粉唯一的意见就是 唱夜席的时候他看那个造势会最后高歌的影片哦 起音起得那么高后面都唱不上去了 所以他就建议说起音不要起得那么高 好刚刚是跟选举有关的一些相关消息 中文时报今天呢也有其他的新闻 我们也来看一下哦 创首例大法官受理军改释宪 在立法院所通过的前瞻党产条例跟年改法案引发争议 但是相关当事人的提案释宪申请都遭到不受理 但是在野立委将启臣高金素媒等人对军人年改案的申请案 大法官会议决定要开先例受理 下个月4号会要求提案立委跟总统府的年改小组 到宪法法庭去进行立法说明 不过由于未来还有许多要准备的一些多项程序 在短期之内呢不会作出解释 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有现金买票的这名 新竹市的议员候选人遭到收押 这是五岛级的新竹市平地原住民议员候选人 叫做潘念恩他涉嫌以现金来汇选 好社会消息呢还有苗栗的佛寺这边所搜出的一个毒品 这个民僧沦为这个毒海 还有开银趴这南南交性交的一些性爱影片 也流出来之后荒淫的出家人震撼了佛教界 那么还找到一些安非他命啊 壮阳药等一些淫秽的物品 存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侦办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有一个医药消息 在台湾来说呢 剖腹产的比率蛮高的 32%是排名世界的前三了 不过现在研究发现说 剖腹产的宝宝过敏气喘的几率会比较高 另外在过去小朋友小时候呢 可能妈妈们都说不要给他们吃一些容易 个过敏性的一些副食品了 不过现在长庚研究也发现说 如果你在他一岁之前适当的喂食六种 容易比较过敏的副食品 那么过敏体质的几率反而可能会降低 这也颠覆了过去大家的传统印象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二题说 台中被水一战了卢秀燕辞立委 林家龙表示尊重 卢秀燕说呢 这个辞立委本来就在自己的选战规划当中 因为为了怕辞不成 事先没有跟党中央来报备 这场选战卢秀燕宣示自己是非赢不可 他呢是在跟林家龙上一次来请辞立委相比较呢 他比林家龙当年提早一天来宣布 请辞立委专心的投入台中市长的选战 好联合报那一夜但到东东奥公投 如果通过的话呢 其实政府已经向国际奥会表明了 我们还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来出赛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选举前夕政府集护盘 台股420亿的银蛋上唐了 劳退基金敢开标 连同之前还有600亿可以进场 公众时报头版头条 有苹果大砍单 红海市值跌破兆元 iPhone XR的订单 一口气就下修了三分之一 好这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谢谢您收听 小视频